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知名的原學家根新子大師 大師不單是香港026的突藥主持 也都是站穩於HKLBLOG、SHIBLOG、Fashion&Beauty潮流新枝 香港新浪網、新原機、香港風水、頭條日報網等等 無論是紫蘋八指、紫微斗數 亦經太穴以及奇門遁甲 都可以說是無一不精的 現在他會跟我們說八運和九運的一個投資新策略 我們有請根新子大師 大家好,我是金新子 首先我想問一下,今天大家覺得 今天的狀態是怎樣? 好嗎? 好 由於現在是新子 新子是很旺我的 金非常旺 所以我想把這些旺氣和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我想問大家一些問題 是有獎的 第一條問題是 現在是2014年 未立春之前 想請問大家知道現在是甚麼年? 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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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謝謝 你是可以 你是可以得到我們那個2016年 18K賭金的時內運轉 齊天大勝一個 大家給點掌聲 好 好 第二條問題 因為今新子大師是私底下拿出來的 好 還有第二條問題 就是說 如果過了立春之後呢 那是甚麼 好 再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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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 OK 看誰先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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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3 OK 還有一條 還有一條 OK OK 好 後年 沒錯 恭喜 好 最後一條 很簡單 大家知道有三元九運 現在是去到甚麼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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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 謝謝 工作人員 再來一次 1 2 你出馬 1 2 3 OK 沒錯 我恭喜三位 是 真的 真的 時來運轉 是 是 懂得轉 到18K金 但是 不要緊 最後 還有一個押軸抽獎 我會抽出三文 幸運兒 可以預約到我辦公室 做一個一個小時的八字預測 和榴槤佈局 不收錢 不發出任何東西 OK 好 講到中國的風水 有不同的派別 大家都知道 其實就不知道這六大派的 我們有三元元空 例如有中州派 大家聽到很多 OK 審視元空 大元空 三元龍門八局 例如說到氣場那裏 那裏 氣場那裏 我稍後會詳細說話 說氣場那裏 還有紫白飛聲 大家每一年都會從電視 電台都會聽到很多所謂的九宮飛聲 下角九宮飛聲 飛聲 飛聲台在哪裏 什麼五黃二黑 尤其是你們放些什麼 放些什麼 但是大家千萬 一定要留意 值得留意一件事 就是五黃二黑 單靠榴槤的飛聲局 是絕對不能單單用在你們的屋裡 如果是這麼簡單 就這樣靠那幾個方向 五黃二黑 就不需要有風水師 一般來說 我們要配合你屋裡的原局 以及你的樓數層數 以及你本身的命格 究竟你是 比如說你建水 建火 還是建什麼 OK 絕對不能靠單單一個榴槤圖 柳運那裏 很多人都會問到 大家知不知道柳運在說什麼 沒有 不要緊 柳運一般來說 不同的派別有不同的說法 一般人家說的柳運 就是那棟建築物 建成的時候開始計 當然各個派別不同 也有人說 不是 要是入火的時候才是 因為我真的搬了家具 進去裡面 煮飯 才有人氣 才開始計那個柳運 坊間裏面還有一些 其他派別說 換天心 例如一些祖屋 上面有個瓦頂 還有一片 他把瓦片 換掉 把柳運 亦都變了 更加有一些 學派 他們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說 很簡單 搬出去 裝修 然後換了一個煮食爐 然後又換了一個柳運 OK 當然就不會那麼異稀 各別派別的事情 我就不評論這麼多了 OK 接下來就是那個八閘明鏡 八閘明鏡 我相信大家聽到很多 有很多大師都在用這個八閘明鏡 八閘明鏡 它主要就是 它是用一個小太極 分八個方向 就是用那個八卦 就是分八個方向 然後它將那八個方向 每一個方向 它都會把它定為一個 用逆經的數 就定為一個人物 或者是器官 心臟 肝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它就說 那個方向可能擺得不好 就是 心臟出事了 或者是怎樣 或者它有些甚麼對沖 這個是八閘明鏡 OK 那麼 這個八閘明鏡之餘 其實還有些 同行裡面 有些人就會將這個八閘明鏡 更加衍生 就加上五行的配 和那個命摘 再加上 這個四股 加上八卦的喉 那個口缺 翻掛的次序 就是所謂我們所說的 身器 五鬼 鹽廉 綠煞 和海 天衣 絕命 復衛 這些位置 也可以配合 這個九星 但是很可惜 現在海外 在外國 很多風水學校 突然間 就多了很多風水師 在外國 無論是Canada UK 或者是 Australia 他們單單 靠六個方位 再加上五行 頂多 再加上八卦 而他們所用的羅家 大家如果有見過的 都是會用英文的 英文就會有八個方向 最主要 再加上五行 他們譬如說用 Rodder Metal Fire Rodder 這些東西 再加上八卦的 國語拼音 曾經一度被視為 偽風水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Akim的意思 我不是一定說 西方所有的風水師 他們用八閘明鏡 用得不完整 其實西方 在西方現在 據我所知 都有好幾位 水平非常之高 外籍風水師 其中有一位 就是Akim偶像 Jerry King 他水平非常之高 八閘明鏡 你說八閘明鏡 只有八個方向 那學來做甚麼呢 其實八閘明鏡 他可取之用 在哪裏呢 就是在乎 他簡單 容易去掌握 給初學者 其實你只是看 羅列那八個方向 OK 把整個屋 就是你拿一個平面圖 然後切開百份 用兩個器 OK 然後每一道 就代表每一個人 這樣 而他 除了容易掌握之外 但是因為八閘明鏡 他的應驗性 速度 是沒有九宮飛升那麼快 所以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只是用來做安床 那我們就可以定了個位 安床 就不用每年把床移離移去 移離移去 這樣 但是當然 你們又會跟我說 喂 不是啊師傅 九宮飛升 五王二黑飛到那個位 要如床 其實八閘明鏡 有一件事 它就是forever的 你可以就是說 真的不用怎樣移 你安床 乾坤國寶 乾坤國寶 這件事可能在香港 那些人較為少聽到的 那什麼叫乾坤國寶呢 乾坤國寶 就是利用 河圖樂書 河圖的五支河圖 去推算的 那這裡要說 河圖樂書比較長 那我這裡就不說了 另外 就有一個叫 凝家羊宅 凝家羊宅 有沒有人知道是什麼 沒有 凝家羊宅 就是其中一種風水方法 就說連羅間也不用帶的 就是他進屋就這樣看 他看裡面的形格 他就可以知道 那個屋的風水是怎樣 不需要用羅間的 OK 第六就是這個奇門遁甲 奇門遁甲 大家都在那裡 一想起就想起 孔明了 奇門遁甲很精通 很厲害 這個奇門遁甲裡面 最初大家知道 是用軍事用途的 後來當然 可以作為風水 而他所需要的東西 不需要八字 不需要任何東西 只需要一個時間 一分鐘就可以起到那個 奇門遁甲 但值得一提一件事 就是奇門遁甲 因為他的範疇是很趕 而且他的預測是比較準 再加上 古代是一種絕學 大家可以想到一件事 既然古代是一種絕學 到今時今日 真真正正的人 可以用到奇門遁甲的人 是不多 而且大部分奇門遁甲 現在所有用的人 他們都會隔合其他的術數 加起來 所以你未必可以想到 古代的奇門遁甲 除此之外 由於今天是說 大中華區的風水 所以在這裏 就不再詳細解釋了 其實中國的風水 絕對不會單單只有這六種 甚至乎更加多的 中國的風水是非常重視饅頭和利器的 而西方 大家可以想到一件事 有很多人覺得 風水是迷信的 我未必相信 很多人就說 中國的風水是否真的等於環境學 絕對不是 我可以這樣說 中國的風水比環境學更加多 我的風水其實是博大精深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 就是因為我們 例如西方的環境學 是多數都不會說 怎樣說是農物 或者是說陰窄的風水 甚至乎我們說陰窄 或者陽窄 我們有說來水 去水 以及收殺 很多人就把風水 視為迷信 無知 或者是一些 免財工具 我阿Kym 就不排除 其實在坊間裡 有人會餘木混珠 但是我認為中國的風水學 是活的 不是死的 絕對不是單單靠死輩的口訣 例如我們所說的 買樓要怎樣 從小到大 爸爸媽媽都會說 買樓當然要坐北向南 這樣才叫好樓 西邪那些不好 但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如果你買一層樓 在澳洲 或者是上海 很清楚 北半球和南半球 你需要的東西 一定不是左北向南 對吧 已經是不合理的 所以風水是活的 其次之外 還有一些 譬如說一些風土 風土方面 譬如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在雲南 或者是大馬 馬來西亞 非洲 各處鄉村 有各處例 在雲南 可能要一個蠍子 OK 在某些地方 可能在紐西蘭 他們可能要有個人 在做守護神 在埃及 可能要一個別的東西 所以風水 絕對單單不能夠說 以我們 中國就要用這個東西 其實是很視乎 當地 他們那種文化色彩 講到座向 中國的風水 除了講座向之外 更加有些派別 譬如原空派 剛才說過很多派 原空派 它的主要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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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原則 跟一般來講 原空派 它發源於華夏 其中 就是以中國的洛陽 大家如果有讀中國歷史 應該都聽過 OK 就用這個洛陽 但是呢 它不是採取這個座向的 它是用這個河濤素來推 說到河濤素 大家就想起了 有隻神龜 龜殼上面有很多的數字 那類的東西 這裏詳細不說了 撇除了原空派之外 如果我們看一個國家 是應該怎麼看呢 就是看它的國家 那個發源地的人口 那個江河為準的 那個是水 譬如說江河的入口位 就叫鄉 出口位 就叫做座 那看一個城市 和一個首都 的狀況 是應該看它主要的江河 那中國呢 有幾條 大家知道嗎 中國 同江河 Yes 下次補給你 OK 那就以兩條來推 那我們就說 如果沒有江河 那怎麼辦 有些城市沒有江河 又沒有水又沒有城 那怎麼辦 那用什麼方法 那我們就用那個降渡為水 那些鐵路 路軌 道路 那樣的 那我記得了 中州派 一位前輩 很資深的前輩 中州派 我不是他那一派的 那王廷之先生 那他曾經說過 香港的地雲 就在這個 珠江三角洲之水 那由香港的 乾方 即西北方 即我們習慣了 用這些術語 OK 那是豬油 那是取乾為向的 其實就是用這個方法的 難怪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區 早就已經被廣東省政府在1994年確立了 當時其實已經是 對我們主要輪郭得益的就是我們香港 而香港一直也是 珠江三角洲經濟區裡面的主要投資來源 一直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的領導角色 珠江 其中 珠海是廣東省裡面推行 與港澳服務合作的六個先行先試的城市之一 一直是有廣商在廣東省裡面的業門投資地之一 目前 香港是珠江市最大的貿易夥伴 直到2014年底 珠江市其實已經是有4900多間港資的企業 直接投資的額是達到92億美金的 可以看到兩地其實是非常之密切的 無論如何這些都是題外話 我們要回去立向 OK 我們看廠 看廠和社區 就是要看到 就是要用4PAN 定好24山 去看主要那個主角物 是從哪一個山裡面 不同派別有不同的立向 有些是以大門 OK 有些用窗 有些用露台 OK 有些更瘋 去到那裡要看那些形狀 你屋外面的山脈 有沒有奇形怪狀 還有你的大樓 是否通不通氣 是否塞住了 又沒有槍 沒有氣 同時也要看陳數 你會不會說 陳數怎麼看 我住一樓 二樓、三樓 和我住五十一樓 或者九十樓 OK 我們會利用這個河圖 用河圖數 這個就是看河圖加五行的 這個河圖其實是取於秦朝和漢末 OK 黃石公的《青郎經》上卷裡面 說了一句說話 他就是這樣說的 天尊地碑 陽其陰樓 一六共宗 二七同道 三百為貧 四九為有 五十同道 合璧其樓 例如大樓裡面 用回剛才那種說法 一層大廈裡面的三樓 八樓 十三樓 十八樓 二十三樓 二十八樓 二十八樓 這些都是屬木的 於是你就會問我一件事 等一下 阿Kip 現在有些樓 根本地產發展商 他們可能將十四 我不喜歡四 我將四 跳了十四 跳了十三 可能還有些四樓 有些是跳了的 或者做了一個平台的 這些就需要我們另外去計算 否則 大家都是風水師 OK 可以用這個方法去選擇 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層數去處理 除此之外 我們還可以立向 用這個大街都有 記得 一物一太極 氣口和向口 不能夠相提並論 千萬不要撈亂這個術語 氣口和向口 以元空派為例 更加有排龍 安生 折局 和調整等等 就是講理器饅頭 盈理兼拆 我們這裡就是 OK 我們說明堂水不到三分之一 不作明堂水輪 所以大家有時候 就不要被人騙到 那個就是明堂 隨便做一個很小的噴水池 那個就叫明堂 Sorry 明堂水 是必須要有三分之一 才可以叫明堂水 而且那個明堂水不能是死水 是有活的 有空氣的 會冷的 OK 除此之外 死水大家都知道 如果一堂死水 一堂臭水 當然沒有用 明堂水 OK 風水的好壞 不能夠單單靠地理位置去決定 是需要用時間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所說的風水 我們都說天時地理人和的 你單靠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就算很簡單 香港這樣 早在以前 一條漁村之前 就算在福地裏面都沒有用的 因為還沒發展 時間還沒到 OK 那時間就很重要 我們除了空間之外 就要講時間 OK 三元九運 大家都很清楚 立即說 現在已經在這個 八運那裏 就是2004年 這個專入八運 其實三元九運 每一運都有20年 每一元是以甲子開始的 甲子去到貴海為60年 一共有180年 古語就有雲 三元氣雲 本於河濤 以天一 地二 天三 為尚元 就是尚元 然後 以地四 天五 地六 為中元 以天七 地八 九天為下元 還有地十 其實你們不要想著 三元九元真的只有九 九元就完了 其實絕對不是 還有地十 地十 就會跟天五同在中元 在《河濤精義》裏面也說過 他說 河濤有利器 而無方位 有體質 而無運用 至於落書 是方位出現 一個有方位 一個有體 這兩件事一定要並合 OK 河濤 落書 之文 與河濤之數 是相為表裏的 有河濤而無落書 則有體 有用無體 論三元氣雲裏面 為本在乎河濤 而論三元方位 則不愛乎 落書而 一字 蓋天一生水 故堪為天 一為尚源 守運 河水 必須取主於南方 筆水 不能自身 須取就是南火之金 去煉它出來 去生它 我們現在去到八運 八運 我們要取什麼呢 就是昆水 九運 我們要去到九離子 就要取這個堪水 OK 我們看回 OK 在五行術裏面 我們有所謂的 顛倒八卦 顛倒八卦 就是所謂的 反八卦 大家知道八卦 就不是定了 不是上面一定是 大家知道羅盆 上面就是筆 下面就是藍 我們看羅家 就反轉 尼就是在樓上 坎就是樓下的 下面是筆 上面是藍的 但是有時候 這些位置會反轉 有時候你看到 比如說太極圖 有時候都會反轉 甚至乎這些方向 都會反轉 因為他們有反八卦 而九運 我們就要根據這個 樂書 就以藍生為政神 筆水為凌晨 所以早在鄧小平 那個年代 他一早已經計劃了 要塑造 打造多個香港的 到習主席的時候 就極力地去推廣深圳 朱光 朱三角 中央更加去主 這個 去存庫 還有推行這個 一路一帶 在西面 造成一個新形勢 那港人就不想 投資 那 中國有六成人 南下買樓 這是之前的 因為那個運又轉 現在 現在去到八運 就應該把焦點 放在朱光三角洲裏面 或者海外一些樓 丙新年 經濟 它經濟在本港的樓市方面 其實它是 它是及不上 珠光三角洲 或者海外一些樓價的增長 我不是說它升跌 我講它的增長率 我們看回這裏 譬如說 我們看到這個 七運 七運 大家看到在哪裏 七運在這裏 七運 OK 這裏 是不是去到2003年 2003年 OK 好了 03年發生什麽事 大家記不記得 七運 有什麽大件事 沙士 還有什麽 殺雞 記不記得 那時候 雞是屬什麽 屬金 因為那個金運已經盡 開始斬雞 當然 湯雞不是那時候 湯雞還神 都是事不自有的 是不是 OK 我們看回 中國就實施了這個自由行 令到內地的人 就開始自由行 之後就開始 南下就買樓了 因為大運轉移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大運轉移 再加上國家政策 事實上你都可以說 如果大運不轉移 國家會不會做這件事呢 那就未必 因為那時候可能經濟還很好 他根本不需要放開自由行 不用搞那麽多政策 當然 如果從經濟的角度來講 我們就會解釋 就因爲 因爲香港的法治 金融制度 管理文化等等的優勢 所以就令到香港 令到很多北人 即北面的人 就下來南下買樓了 去到白雲 白雲最當旺 那就不用說了 當然是珠江三個州 剛才說了 在2012年和到2016年 深圳的前海經濟特區 已經成為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總體發展規劃 特區中資的特區 就位於珠海口岸的西 正如剛才何先生那麽說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早在2006年 香港和珠海兩地 其實已經有個機場 已經達成了一個協議的合作 那個就叫做 珠港機場管理有限公司 已經有這間公司成立了的 那麼珠海的機場呢 是指定區域裏面 是從事這個業務 經營 管理服務 還有這個航空運輸業的 是為期了20年的 也是一個大運 那麼在這個2008年10月開始 管理珠海機場後呢 就直到這個2014年那時候呢 機場的客運量 貨運量 以及飛機的起降 其實它那個量呢 其實都有增的 是錄得這個5.1倍 分別是5.1倍 和2.5倍 再加上4.6倍的升幅 那麼其實呢 大家如果有留意風水的 都會聽過 有一個叫董仲書 OK 董仲書之後呢 就有一個叫韋 有一個叫韋書 韋書是一本禁書來的 那麼之後也有燒餅歌 大家一定聽過了 什麼推背圖等等的東西 那麼也一定聽過呢 中國呢 那條龍脈呢 是來自昆仲山的 那麼那裡呢 那裡呢 有條主要的龍脈呢 是由東走 也都是順勢而向南走的 嚴至這個嶺南三 一開九龍 一開就開了九條龍出來 以八條龍去護送一條主龍 而那條主龍呢 就會去到 經這個大霧山 獅子山 大霧山 獅子山 再次行雙龍出海 到岸旋洲 去到這個西環 歌虎山 然後就是 去到這個 奇力山 然後就走入這個禮賓府 所以我們有一句說話就是 回龍故祖的 那麼很多時候呢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大家聽到很多叫陰謀論 風水陰謀論 又是什麼中銀呢 那棟大廈 斬了一條龍 OK 在大嶺山 又刺了七枝釘 釘死那條龍 有很多這樣的陰謀論 大家有興趣 其實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好 講到燕方 燕方就是正神 應該坐在這個近位 向昆 見水 就是凌晨 凌晨見水 OK 然後呢 就有個正神助離 離就是火 離火 南離火 就是南方 向坎 就是北方 就是凌晨見水 現時為八雲 會去到2024年 將會進入九雲 這個時候 最當旺的地方 就自然是這個珠海佛山 正如剛才 何先生 我也有聽他講過 他就說 雖然上海那邊那些樓 你講到中國 大中國 上海那些樓 都是在上升的 但是呢 那個升幅呢 其實現在呢 其實珠江三國洲那邊 其實他都一直在上升 我有聽書的 OK 那就 再加上去年 政府極力推薦這個珠江 珠三國 投資在珠三國這個位置 其實肯定是明知之舉的 因為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我們投資 如果我們 我就不從經濟角度來講 我講這個玄學 玄學我們現在不只看2016年 2017年 我們要看的是整個八雲 和整個九雲 因為你投資一件事 你不可能想著 就說 我今天投資完 過幾個月 立即有錢賺 立即賣 如果這樣 不如過大海買幾個 買幾個 立即賣 OK 然後呢 這條主龍 剛才說過 就落到九土山的位 還有現今的鐵路 除了一般人說 其實早在賴布依的時代 很多人就說龍蜜 即是說山勢 那條龍蜜 那條主白在哪裏 但今時今日大家已經有什麼 有道路 有水橋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有人造鐵路 這些都是龍蜜之一 很簡單 一個區域 如果它有個地鐵到一路 那這條龍蜜已經走過來了 你當然會特別旺 會大旺了 OK 那現在呢 我們看到了 譬如說這個鐵路 也可以視為一個龍蜜 那不單是翠湖香山會是這樣 甚至乎我們看到一件事 就是 港珠澳大橋是世界上 一條大型的橋墟建築工程 在2015年11月 就已經放了第16條管折 這條橋一共有33個管折 所以在這個港珠澳大橋 將會成為 港澳和珠江口岸西岸 地區的一條大動物 如果說到大動物 大家都想起那些龍蜜 有多強勁 OK 那港珠澳大橋那裡 就是首個連接 這個粵港三地 跨境的運輸項目 可以將這個 珠三角的西部 納入香港 也可以用三個小時的車程 裡面就可以圍繞一周 那這個大橋通車後 對這個香港的旅遊業 物流 以及以致金融和商業等等 都有所得益的 而且珠海方面 會進一步和香港的形勢 产生互保互衛的 造成一個Women situation 這一條就是後天人工的農物 所帶來的得益的 好 好了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多謝這個香港治癒的邀請我 怎麼都要順利說少少關於翠湖香山的事 OK 這個翠湖香山 位於南中國 珠海 它有龍脈所在地 因為有鳳凰山 有漁武 靠山 青龍和百虎 珠雀 岸頭都驅在 你可能會問 那個珠雀是什麼 珠雀其實也可以解作明塘水 而大家看回翠湖香山的陶跡裏面 其實它有個名堂水在那裡 那個名堂水也超越了三分之一 關於岸頭 有很多人問 岸頭是什麼 我相信大家今天來聽講座的人 除了有興趣打算 或者甚至已經投資了 可能也有一點興趣想知道 關於風水玄學的東西 說到好了 岸頭 岸頭根據明朝 隨善計 它就是這樣說的 月前之山 近而小者若岸 遠而高者清朝 岸山是主名氣 朝山是主貴人 名氣和貴人都有的 但是這個 我就看不到有岸山 但是我看到有岸頭 OK 而翠湖香山 它是青龍、百虎、珠雀 其實岸頭都是驅齊的 好了 中國的葬書 其實我們讀風水 或者我們研究風水的人 一定會知道 氣成風則散 戒水則止 即使有水的地方 就會令那條龍蜜 停止了 但是當然 這個是指表面上 其實實際上 真的要看那個龍蜜 不是單單只看那條龍蜜 因為我們還要看水底的龍蜜 因為上面有水 我們要看下面的水底 下面其實也有一條龍蜜 有一條隻的 大家可能會想一件事 丁 我不打算生小孩 OK 那要一個丁 來做甚麼呢 這個丁其實還可以一件事 就是旺你的健康 因為翠湖香山 或者不要說翠湖香山 在珠公三角洲裏面 其實很多環境是很優美的 在這地方裏面 其實住得是新礦陳儀 再加上它還可以吸收那些靈氣 遠離市區 你知道中國某些散分 我不說了 那些空氣有些是比較差的 混軸的 它還有沒有聲紗 沒有那麼吵 又沒有甚麼天盞紗 因為它的樓不是物質質 好像在香港 我們有很多樓 這裡砍一刀 那裡砍一刀 有關八雲最當旺的那個 珠江三角洲 其實吳詩青在香港山脈裏面 早已經提過 農脈就分為 中東西三大 三大藍農入中國 西北一幹就中環西域 東幹就入朝鮮 就和這個日聯節 上蘇有幹 梅嶺摩星 次則 廣東白雲 月秀 八九雲珠江三角洲 溯源於珠江 八川來聚 我國南北通商大浮 這裡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即將來 北和南 它唯一可以通商的 就一定經過這個珠海 珠三角 山水換局也 所以珠江三 珠江三角洲 將來絕對是可以比美 這個香港 新加坡 甚至乎在將來 那個九雲的時候 是可以比美倫敦的 所以我們要長遠發展 OK 至於翠湖香山的風水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這張 slide 這張 slide 裡面 剛才我說過 有個白虎 珠雀 Mix Dance 我們說到2016 2016是秉新年 大家很關心 Kym 你跟我說到八雲 九雲 有很長時間 九雲 二十年後 現在才是八雲中 你說的是三十年 我會否維持三十年 我住三十年 還是怎樣 我很想知道 2016是秉新年 究竟是怎樣 秉新是一個火候年 OK 其實如果你說 頭珠珠三角也好 或者翠湖香山也好 先知聲明 香港自然沒有給我錢 去賣廣告 OK 這裡我們就說到 無論對翠湖香山也好 怎樣也好 影響是不大的 原因很簡單 其實接下來這年 火燒金 大家都可以想到 對金的影響是怎樣 好了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 現在所說的property 他們全是2017才去收樓 其實跟這個2016是沒有影響的 根本上你不需要理會這個2016 但是2016唯一一件事 對你們有影響的 就是對你們家宅 就是你們家裡的佈局 就稍為有大影響一點 在坑元學裡面 是不單單是風水熟素的 亦需要配合命主你的命格 究竟你是金木水火套哪一飯 才可以配合得到 否則 我國五千多年的歷史 就真的好像變成一種藝科學 再加上現在各門各派 有些大師 他們在海外傳他們的傳學 可能中國人始終是一個習慣的 就是教識徒弟的武師傅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可能會有一些 未必傳授所有的東西 至於當他們傳到這些各門各派 傳到海外 有些是中亞、世亞、非洲 我都有見過的 有很多非洲風水師 拿著一個羅間 去到處幫人看風水 香港也有 香港也有很多外籍風水師幫人看樓 但我知道就是港幣 大概是收了四百元的 看風水 但他們就會用八閘明鏡去看 那八個方向 我相信大家可以今天聽完這個話之後 去文具店買個紫蘭汁都可以用到的 去到中亞 所以我們偶然會有一句說話 The blind is leading the blind 所以如果大家選擇風水師的時候 尤其是2016年的佈局 因為它有個五黃二黑 那個位置比較差之外 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別留意那個位置 而且要配合自己的名格 在選擇風水師的時候就要謹慎一點 不一定要找我的 我不是賣廣告 OK 2016年大空位就在東北 大家就最好找一些雙熟的風水師 或者本身自己有研究的 你們也可以做一些擺設 OK 那陰陽平衡 中國風水學裡面 也很強調陰陽平衡 那就說回 我們珠江三國洲 因為我沒有其他樓盤的科研 香港自然那裡就給我看過 我只能夠用這個做例子 只是做一個例子 崔湖香山的建築 設計和採光度是三面採光的 我們當然喜歡自然光 採光就將採光進入這個單位 例如四合院 其實中國我們有什麼 有二合院 有三合院 有四合院 他們通常都是上面做一個天井 有四合院的光 直接採光進來 就像匯豐銀行那樣的設計 當然匯豐銀行用太陽能 但其實它是古代 就是用天井 進入自然光 其實有關於這些東西 其實坊間有很多風水陰謀論 有很多故事聽到的 大家上網上看 美國有一份很權威的雜誌 說到的 他們找了一些日本人 去做一個實驗 計算他們的平均壽命率 就發覺 原來有些人命很長 那些人的龍夫 不是因為天然的空氣也好 或者它的早睡早起 原來發现了一些東西 四合棺圖 還有那些粒子 是太陽 早上日出的太陽 不是中午的太陽 晒到你現在孔的時間 是朝早日出那個 kız 那個太陽 時他早起的那個太陽 原來你用眼睛去看看 多現在的看去看 要多一點 會長長一點的 大家儘管今天聽完這個討論 嘗試一下 我也會嘗試的 這件事正實踐了 我們看這裏 翠湖香山的建築 我很喜歡他一件事 他的私隱度極高 可能你不用拉窗簾 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又不怕有人看到你 除此之外 他亦可以實踐到一件事 叫做陰陽互動 大家知道陰是要藏的 不可以露的 陽是要露的 很簡單一件事 睡房就一定要拉窗簾 要陰閉 才睡得好的 在陽台或者客廳裏面 就盡量光暗一點 此乃是風水學上之陰陽交替之精潔所在也 八運中裏面 我們說的秉新年 就是2016年 這個2016年是說過了立春 過了立春 不是現在還未到 應該 八運裏面 就以這個乾宮 以近宮為正神坊 八、九運就大利於南方 即是說中國的藍中國 就是南方 OK 2016年 秉新年 一百 只說2016年那一年 榴蓮飛星 一百就飛了去信宮 即是東南 六百就入離宮 但是由於八運裏面 秉新年 火太盛 形成了一件事就是火黑金 大家如果有炒開金的 就留意一下 看多幾本 就是 analysis 再加上 五王 五王飛星就入了近宮 就形成了二五同工 必選主 也是非常之兇的 因為我們星裏面 有些是有個同工的 尤其是二五是二黑 五是五王 剛剛這一年 二五同工是比較差一些的 OK 好了 大家也要留意了 這個盤是2017年 就是丁又年 才是收的 但是到時其實已經生而斗轉了 所以你所說的八運 究竟火燒金 根本跟現在這個 這個樓盤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請不上什麼關係的 而且呢 就算是各位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就是 對這個樓盤有興趣的話 你們都要看回那個樓盤的座向 因為它有很多的單位很多座 我看不完那麼多 我阿Kym沒有 就是 阿Pier就很好 就給了一些 那個4Pan我看 但是那個4Pan我看了幾個 所以其實大家就算買之前 都要看看自己適合買哪一個單位 哪一座 就不是一定個個都適合你們的 可能有些適合A 就未必適合B 大家就要看看 OK 再加上 各門各派 但是我剛才所說的 立結點都不同 有些以一個露台去立點 有些用一個窗去立點 有些用到大門去立點 有些甚至乎一些別墅區 它有前後門的 那前後門用哪個門呢 OK 可能前門它是不用的 它全部主要就是工人 甚至是主人都靜悄悄用後門走入屋 這個情況下 當然是用後門去立點 即立向 所以變成這些 立向的所有是好過別性的 就不能在今天 在一個 seminar裡面 一概而論 OK OK 那好吧 容許我做一點 都不是賣廣告的東西 說一下一點 吹湖 香山 它就正如 我們剛才也說了 我們說了什麼八運 九運 又說了剛才 就是古籍一些古書 古典 賴布爾所所說的東西 OK 吳康青斯珍說的東西 我們看回這裡 它就說藍筆通構 它主要就是藍和筆 但值得一提的一件事就是 今時今日的藍筆 絕對不是真的 好像紫禁城那個 紫五藍筆線的 因為大家知道 藍筆的磁場 其實已經互相交換了 今時的筆 未必是真筆 未必是真磁筆 如果真真正正要 真的找到一個筆棉 我們師父教諾 就是怎樣 正五十二點 樓上的太陽在上面 它就插一支東西在這裡 然後就看看那支 那個太陽下落去的那個位置 好像那些測試 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人 是做測試的 他們就會知道那條線 去到哪一個位置 才可以度出真正的紫五線 而且現在 據我所知的筆 其實應該是Canada的位置 大家都不妨可以買一個 紫藍針去用一下 最好買西歐 在歐洲出的那些 OK 好了 這個藍北通構 每層都是兩夥的 互互都是一個大圓關的 我很喜歡那個大圓關 為什麼呢 大圓關 很多人會覺得 大圓關就是放鞋 放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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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的 那個位置也可以引一些氣 進去那個大圓關裡面 就是藏風聚氣 再把那些氣 再進客廳裡面 再進一個財位裡面 然後再引進去主人房 當然 然後還有一件事很好的 它有多個觀景台 它有觀景陽台 你可以一片視野 直接好像皇帝那樣 為什麼那些人喜歡 香港為什麼那些人喜歡住半山區 唯一一件事就是 因為它可以站在露台那裡 一路看下去 看到下面自己就高人一等 好像皇帝那樣 這個 它就有一個陽台 除此之外 就好像有個王者風範那樣 翠湖香山 其實與玄學的角度 它是結合了天時地理 因為我剛才說了 地理就是這個珠江三個州 天時就是這個八雲和九雲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升值前 前臨在那裡的 最後祝大家 在這個秉新年 賺到賠滿賠滿的 好 多謝了根申子大師 那 那 記不記得剛才入場的時候 有放一張飛仔 落個抽獎箱裡 是時候拿一張飛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進入這個抽獎的環節 是的 我們會一次過抽三位得獎姐出來的 是的 是的 一次過抽三位的 哈哈 是的 抽中了的朋友呢 就可以出來 領獎這樣的 三張 對 三張 看 好 我到 好 好 第一張的幸運兒呢 就是065 誰 誰那麼好彩 065 65 有沒有 65號 有沒有 65號一次 哈哈 一次第二次 有嗎 有 可以出來 可以邀請你出來的 出來出來 大家給你一張聲 好 未到2016已經走運了 恭喜你 好 待會兒一起拍張照 先站在那裡 好 好 好 謝謝你 第二位 OK 謝謝 謝謝 好 第二位是 哇 十六號 有沒有 有沒有 欸 又有 哇 謝謝 好 大家給掌聲 恭喜 然後是 第三位 幸運兒 之後是 69號 69號 有沒有 喂 有運閒 69號 有沒有69號 哪位朋友 有啊 邀請你出來 大家給掌聲 可以在那邊 謝謝 恭喜三位 賀文兒 值得一提的就是 剛才那三位 其實他們是可以打電話 去我的辦公室 跟我預約的 我是會免費 OK 有一個小時 可以算你們的八字 還有幫你們佈局 就是2016年的 是免費的 不會叫你賣任何東西 不推銷任何 就是水晶 產品 OK 如果我 抽不中獎 但又很想知道 我來聯運程 之類的 可以怎樣做呢 咦 可以去啊 我們那裡有一個 OK 剛才三位得獎者 領年獎 接著就由 阿KIM去領取我們的 感謝狀了 我們有請 九州六城出回鄉山 香港區的銷售經理 陳小姐出來頒獎 感謝獎 多謝 有請 陳小姐 謝謝